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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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医生最关注的是 市民的健康 我们病人的健康 我有两个诊所 一個是在旺角中心,一個是在中環 兩個都是受佔領影響的 影響了我們的病人 最初還影響了送藥物的貨車 那些令不到 所以有些藥物 最初我們都缺了貨的 豬肉是影響了我們的長者 第一,路面交通通不到的時候 你叫他們坐地鐵 他們未必住得近地鐵 第二,他們不習慣乘地鐵 你知道乘地鐵要上上落落 有電梯有成的 那些長者行動都不是那麼靈活 亦都是很怕水上落落 第三,他們更怕一件事 就是他們來得到 他們怕突然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們無法回家 所以我們估計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來不了的 譬如有些病人是青江眼的 那他要定期覆診 而且他已經計算了 譬如三個月我們要來拿藥 我的藥用完了 剛剛好覆診 而青江眼你要控制他 要長期滴藥水 如果沒有這些藥水 他的青江眼失控的時候 就會損害到視覺神經 而這些損害呢 是不可逆轉 也是長久永久性的損傷 而事實 在香港現在最擺頭位的芝麻眼質 就是青江眼 所以一定要好好控制才可以保持眼睛的視力和視野 他們的訴求是不切實際的 是違法的 是中央和港府都不能夠符合到他們的要求 比較切實際的 你應該根據基本法和人大的決定 在這個框架之下去爭取最民主的一個進程 我覺得要由基本做起 要教導年輕人和市民 教是分開教和道 教育他們 教育也分開三方面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 叫做社會教育、學校育、學校育、學校 大家可以關 ро Tenn du E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